今天公星計我就期待了很久 請來的嘉賓就是Rainey 楊勝琳 Hello Rainey 你好 客人好 你好 大家好 是啦 剛剛大舌頭 大家好 Rainey 這次來到香港主要是做一個演唱會宣傳 就是台灣演唱會 以及宣傳你的新碟 是吧 其實整天碟我看到裡面有很多東西 就是 除了有 Postcard 還有這些 我想不明白為什麼有些好像膠布那樣的貼紙 這個是台灣叫OK棒 OK棒 就是受傷的時候會貼的 但裡面沒有海綿的 是假的 形狀是做成那樣 因為我這次專輯有一些歌是很像療傷的歌 就是安慰失戀的人的歌曲 所以這個感覺就好像是可以幫大家療傷 可是其實這是貼紙啦 其實呢 其實你這次來香港宣傳 對上一次是不是都已經一年多前 嗯 一年多一些 有點久了 然後被很多香港的粉絲罵 就說哎呀 你這樣太糟糕了 都不在乎我們 這樣 然後其實我很在乎 但是時間真的抽不出來 那這一次還蠻開心的 因為四天其實算是海外宣傳當中 比較多時間的 因為我記得我上一趟過來 是當天來回 一早坐飛機 一天而已 對 然後就辦清廠會 晚上就走了 對 所以這一次還不錯 又待了四天 其實這次都是你 要求隨便公司給你來的 對啊 就是特地要來一來香港 會一會香港的歌迷 對 對 其實看到他們的反應 是不是很厲害啊 很熱情 我可以感覺到他們真的很想我 是啊 就是會 我記得昨天的簽唱會的活動 我要離開的時候 哇 好暴動耶 好開心喔 就是是不是很多粉絲 還沒拿來簽名 所以就 某某某要全部都簽了 對啊 但是我有一個工作人員 是很高很壯的 連他都頂不住 頂不住啊 啊 頂不住啊 對啊 他 哇 被推的 所以我就覺得 他們真的很想我 我想我以後不能隔這麼久再過來 其實很多香港的粉絲 都想親自跟你聊天 親自問你一些問題 其實我們也準備了幾個粉絲的發問 因為由我把口問 很沒代表性 由他們自己親自問你 不如讓你解答他們的問題 好嗎 好 先看看 嘿 聽著吧 好 有VCR嗎 你是可愛教主 那你想可愛到什麼時候呢 你是可愛教主 那你想可愛到什麼時候 這個問題 很有壓力 很有壓力 你想可愛到什麼時候呢 我很害怕 他不是嚇你的 你這麼好害怕 可能是他的表情不配合他的心情 是啊 他的表情很開心 是很開心 但問題是很… 很… 很… 很尖銳 很直接 很害怕 因為其實我們跟他說 你問問題 問楊成林 他就很開心 是呀… 很好 這樣就問你了 可愛教主 可愛教主這個名字 基本上不是我自己給我自己的 所以… 我從來沒有… 很… 很… 很care這個名字 就是對我來說 OK 這個是… 大家看到這個名字 會想到我 但是不代表說我… 我會去… care 就因為人家給我這個名字 所以我care這個形象 所以可愛到什麼時候 就… 就… 我好難回答 因為我沒有很刻意 所以我覺得 就是隨著年紀的增長 一定會有改變的啦 像現在也很少 也很少像之前那樣做很多表情 或者是用一些很可愛的聲音 對…其實很少做 但不是我不做 是… 現在的自己做不出來 就算做也沒有以前這麼可愛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看著我的心情的變化去做改變 其實不是啦 就是你的外表呢 怎麼做一些小動作呢 都是很可愛的 真的嗎 是啊 但其實當初你就說 因為是這個名字 可能教主別人幫你改的 對… 你就不會太過去戒懷這個 對… 但你覺得自己很適合這個名字 呃… 我… 我覺得我還… 不夠到可以到教主的程度 那還有誰可以做這個名字 對…很多人啦 在…賣我 哈哈… 因為… 我覺得可愛的人是那種 從你而… 你到外 從穿著一切都很可愛 可愛的 但我… 我喜歡的東西 喜歡的顏色 都完全… 不是 只是… 只是我的確是… 有一些… 呃… 聲音啊 可以變得很可愛 很小這樣 所以… 可能人家就會覺得特別可愛吧 對啊 所以… 這位朋友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我的… 回答… 回答… 的回答是… 對啊 希望你不要生氣啦 好嗎 我覺得他很生氣 我幫你問一下他 先問一下這個小粉絲 對…